有调查显示,香港于2020年虽然经历经济衰退,但同期千万富豪的数字却创新高。其实,多个国家也有类似情况疫情之下,失业率急升,但富豪以至中产的资产值却上升。一定程度上,此也解释了不少人的疑惑,为什么经济差。 而楼价仍然上升。花旗银行调查估计,2020年香港资产预千万元的人数达51.5万人。数字为当年调查以来新高。疫情下中产至富豪财富仍然增值的情况并非香港独有现象。 最新的福布斯富豪榜变反映整体上超级富豪的资产升值速度。 2755名亿万富豪财富总额高达13.1万亿美元左右。 当年增加8万亿美元,比疫情前更快。 疫情之下,多国经济收缩,而中产至富豪收入上升。主要原因仍是量宽持续。 货币供应增加,借贷成本下跌,资产价格上升。 哪些持有资产的富豪以至中产人士。统计上的财富价值自然水涨船高。 至于最受疫情影响的中低收入人士。本来持有资产的价值有限。便完全未受惠于量宽。 上述情况亦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失业率与楼价同步上升。 的确大量中低收入家庭受疫情影响。生活潮不保值。 但市场上仍有大批人收入未受疫情影响。 他们没有减持资产的压力。反而可能因应货币供应增加。 担心通胀重临。会增购楼或股等资产。 如果我们横向比较一下。会发现过去一年多。 香港的资产升幅已算温和。单单比较楼价。 官方数据反映香港楼价在2020年上升0.3%。 疫情远比香港严重的美国。同期楼价升幅却达6%。 对本地楼市乐观者可能会认为。 以上情况反映香港楼价有条件追落后。 的确以近日二手市场女女出现破顶成交。 本地楼市可能正酝酿一轮升势。 但悲观者可能会想。宏观地看。 量宽之下香港资产无明显升跌。 如果日后各国稍微收紧货币供应。 本地资产价格可能有调整压力。 由各种趋势看。 本地楼价追落后的空间未必太大。 一来市已更长时间比较。 本地楼价升幅零例。 去年底楼价比2010年上升约133%。 同期美国楼价升幅46%。 二来市本地的房屋土地措施有可能转向。 个别亲政府的政团甚至建议中央介入以增加土地供应。 展望未来。 如果各国主要是中美两国的量宽持续。 香港的楼价未必有多少向下调整的空间。 但在多年升势之下。 加上土地供应可能增加。 也会制约楼价升势。 本地楼价难望有类似过去10年的升幅。 听到下调整的内容。 拜计。 祝你或计舍会议。 请继续往同画面。 homemade地楼价要的楼价。 希望继续往大后你能识满。 加上土地描述。 加上土地团结架。 加上土地团历也有 property靠岩的。 加上土地的土地。 感谢观看